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今日收睇《要求财经》台直播时间 来到发达广场先介绍今次的嘉宾 就是来自《要求财政院》研究部的经理直较辉先生 Stanley 你好 这一节跟大家跟进一下市场有些移动版块 讲一讲就是太阳能的板块 看见昨天开始来说普遍都有下跌趋势 但今天来说整个板块继续要跌 先和大家看看整个板块的最新表现 看到卡帽单黑跌接近8% 现在做1.27% 阳光能源做4.02% 跌6% 至于保理协银方面也要跌超过4% 现在做1.59% 今天来的整个板块最夸张就是 这只轻叶太阳能 现在做6.35% 跌的是1.01% 跌幅是1.3% 先和Stanley说一下这一只 7.50% 轻叶太阳能 之前来说你都经意不客一次看好这一只股份 今天真的要问一下这一只 我看到了业绩方面 其实看到也有赚、也有增长 1.3% 也有牌息、7港先 再问你,数字上好像不是很差 但今天为什么跌得这么厉害呢 就是因为我看好这一只 所以只要特地问一下这一只股份 事实上也这么说 之前也有很多方向说过这一只股份 而事实上 处于一个下游的业务 即是光伏的下游业务 比起来跟上游相比 一定是好一点的 因为上游那边 之前不断都说到 多精硅或者一些是光伏的产品 那个产能过剩的情况是很严重的 所以上游那边基本上就不需要看 你问我的话 我觉得上游那边基本上就真的 暂时都不需要怎么说 代理他们那边住 但下游那边看法上 我反而觉得是比较乐观的 特别是说你轻业太能这些 其实做了我们叫BIPV 即光伏建筑有看法的话 基本上可以受惠国策 但问题是公司组组的业绩 其实在业绩上面 大数字看其实是升的 即是做得不错 你问我的话 纯粹看数字 因为当你在全国行业里面 在之前公布的 譬如说玻璃协音 例如卡姆丹克 都在一个比较夸的 亏损的情况之下 其实你见轻业太能 本身做得不算特别差 甚至乎在盈利方面 公司在盈利方面 在盈利方面 都有个不错的增长 甚至乎派息方面 公司多了前年的三先 四先 加到七先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 看表面上的数字 其实不差 我觉得是收货 但市场上似乎 似乎 每个股价都沽得多狠 其实都不是现在 你说之前的时间 沽得多狠 那一定有原因 所以就试试去拆解 事实上 之前跌的时间 我都说过 当时始终公司本身 在上年来算 升得很多 你又开始在今年三月头的时间 开始全粗化的补贴 可能是补贴的额度 和大家的预期 可能有些下差的话 股价开始下跌 那你就当作一个调整 其实当时我也是这样说 我当作调整是不出奇的 但问题是 因为今天的时间 其实股价出现业绩之后 都这样跌下去的话 似乎业绩的因素是有关的 如果我看过一份业绩的话 可以与两个方案去看 即是你说今次的下跌 可能是关乎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说 先说公司业务的表现 刚刚说到 盈利增长其实是不错的 而且公司盘数的话 基本上在一些 PEIPV方面的业务 其实那个占比 都开始越来越大 这些是比较正面的 但问题是 如果你看一些小的数字的话 本身公司 你可以说盈利 刚刚说到 盈利和盈利增长是真的 但同一时间 公司的应收账款 都由1年9亿9千多万 增长到12亿8千万 应收账问题大了 其次就是公司的负债 是一些负息的银行贷款 都由5亿6千多万 去到9千1亿多万 其实变相负债重了很多 再看公司本身 在2012年度的时间 其实融资成本 都由3千6百万 去到8千8百多万 其实公司在负担上 都可以说加算了不少 大家都知道 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太阳能板块 是什么呢 担心的是负债比较高 你看到尚德的情况 尚德电视 尚德电子 尚德电子的问题 都是因为负债高 无力常怀的负债之下 最重要是要破坍收场 市场上 对于一些高负债的企业 特别是光伏这个板块 似乎价格差比较大 所以你看到这些因素之下 你看到这些问题之下 公司大家会比较关心前景 其实真的不出奇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 公司本身 你可以说 光伏这个板块 我程度上 大家好看什么呢 看保贴 看国家的保贴 而事实上 对于你说 这个轻易太阳能本身 在上年 也是一个 大家比较看好的原因 就是公司 在这个金太阳界上面 都可以说 不断中了很多 很多的投标 中了 所以这些补贴 对它来的帮助 可以说是很大 事实上 以公司的业绩为例 公司在今次业绩上 都说到这些数字 以上年来算 公司在一个 谛言的收入方面 有关于政府补贴 政府补贴 当中的解释是什么呢 就是说 有关于金太阳示范工程 在湖南建设 屋顶太阳能的电站 还有其他物业的 那些是政府的补贴 今天这个数本身 如果你说政府补贴 的话 高数大概是2.3億 公司本身 上年那个盈利 大概是3.2億 那样 你想想 保贴金页 占它的占比 大概是六成有多 假设如果公司 因为现在说是金太阳计划 其实内地方面 都有很多 关于金太阳计划 一些负面的消息 特别是说 很多公司 当然不是说轻业 其他公司 基本上有些是骗政府补贴 所以金太阳计划 本身也有传闻 就是说 可能在今年里面 有机会取消 所以假设一旦取消 的话 对轻业本身 就有很大影响 当然我自己也觉得 如果以内地的大方向来看 分布式的发电 应该在之后的时间 都会大力去补贴 就算 即使没有金太阳计划 也好 对一些补贴 我觉得是会加大 但问题是 假设以这个方向去看 假设金太阳计划 这个因素 真的有机会 是轻业取消 的话 对轻业这类的公司 影响真的会很大 所以我觉得 你说今天是轻业太阳能 或者说近日的时间 为什么股价 开始变得这么弱 甚至乎你见 今天的时间 虽然计划之后 都算是做得不差 但为什么会跌得这么急 最主要是 应该是这两个原因 是的 我见到前一段时间 整个光复的板块 有个下跌 其中一个原因 都是说内地太阳能光复业 来说 巨头 就是这个无石上得方面 最近破产 另外大家也意识到 其实这个行业来说 始终有不少风险 但与之同时 有不少企业 一窝蜂去做这个效应的业务 例如397宗的保禄 同米 富士康 都是说 接下来有计划 大力发展 就是他们的下游 光伏发电这个行业 其实应该怎么看 这两个趋势 究竟是好是坏 事实上 如果你再压一点说的话 太阳能发电 就是内地方面的发展 那个空间 是很大的 因为如果看回 全中国来计的话 全中国 基本上有七成四的土地 基本上可以 代表的阳光是比较多的 所以变相之下 太阳能在内地发展 即太阳能发电 这件事 在内地发展 其实是可以的 问题之后 一个比较关键的东西 就是要政府补贴 而这件事 可以说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就是要由政府补贴先 对于一些下游方面 比如说 帮人安装 帮人安装 帮太阳能电板 这些的话 其实前景是有的 问题之后 可能之前大家市场预期 是太高 第二就是可能 大家现在在这段时间 对于你说太阳能这个板块 有些戒心 这也肯定是 所以面相之下 当然说真的 对于轻业来计的话 这两个因素 对于股值上 是有一个影响 这个是真的 但对于这个业务的前景 我看来都仍然是正面 但如何都好 股价方面 似乎你看到股价 都比较像处于一个 弱势当中 和似乎 各种表现上 都真的有点强差人意 所以如果真的要入市 都要量力而为 是的 就是想跟你说一下 就是整个图表的走势分析 其实看来说 你刚才刚刚说到 也不会看得太淡 但是 见到今天来说 股价来说 跌了这么多 现在这一刻 反而就不要入住 还是看定点 还是应该如何部署呢 我都建议一下 说真的 虽然看好这个板块的前景 但你说现在 以当前的形势 我都建议一下 都是量力而为 和多看定点 因为始终你看到它的股价 都真的比较大 所以即使你说 我觉得业势是中庭 中性 未至于太差 但这一刻 价格是来算 都是观望着 好 麻烦你Stanley 和你详细分析了 就是太阳能股 和这一支 轻热太阳能 我看到现价来说 跌了1.3 现在做6.38 麻烦你Stanley 和你详细分析 和你做新报 刚刚所说过 和这个板块的高分 自己有没有持有 都没有持有 好 麻烦你Stanley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参加另一位主持人 和另一位分析员 三转大新移放 好 对 好了 好 好 好